好 我们刚刚有说过向量其实就是你走的路径 那我们在三角形A B C当中 好 然后他跟你讲了 AB向量 AC向量跟BC向量 然后要问你这个位置数的地方 好 那这里不怕不怕 你看喔 我如果从AB 从A走到B 再从B走到C 再从C走到A 我是不是等于就是从A 走到A 根本就是 没有移动 就是零向量 所以我现在要从这三个东西下去凑 AB我有 那我有没有BC 也有 最后一个CA我有没有 我叫CA 可是我的是AC 所以不怕不怕 把它反过来就好 所以我就变成是AB向量 加BC向量 然后呢 把这个CA反过来变成AC 那反过来的话我是不是就必须要带一个符号在前面 OK吗 好啦 那我就把剩下的 写写就好啦 AB向量是-3E BC向量是4Y 减掉AC向量 减完之后要等于零向量 所以来我们把X分量凑一凑吧 -3加4减X 所以是1-X 那Y分量呢 1加Y 加2 所以就是3加Y 这个是一个零向量 零向量就是 X分量是零 Y分量也是零 所以我就知道 1-X是零 X就是等于1 3加Y是零 所以Y呢 就等于 -3 这样子X分量Y分量都会是零 好所以我XY这个数对就是1 豆点 -3